另外看到首次在仁爱乡清流部落办理的 一仪手工艺品课程 用天然的素材一仪嘎嘎制作 不少学员也发挥巧思创作 一仪手工艺课除了要唤起学员过去记忆 也运用天然素材制作 而理事长也希望族人学会这项技能之后 可以为部落的产业带来发展 而且预计在年底办理传统服饰展 因此三月起也会陆续积极备课 让学员未来可以带上自己所做的手工饰品 发扬赛德克组的传统文化